今天擔任西馬投球是洋投哈馬欣 今年出賽了11場 投了65局 剛好勝場跟敗場差不多 特別是三振跟四壞比59K裡面 只有8次的四壞球 我們都有一點機會 擠壓到 來看內野上空的高飛球 如棘手 曾子佑就定位截殺出局 秒兩換 外角球揮棒落空 三振出局 欸欸欸 這邊是 補手 得點圈的機會 中間方向打到哈馬欣 這球趕快接起來再拋給一壘手 還是來得及 不過看一下哈馬欣有沒有狀況 生涯觸及的次數也不多了 乾脆讓他打就好了 可惜 打得很扎實 結果找手套 他的進捷點也是蠻具有應用性的 中間方向 結果接殺 跑一折要趕快回去 趕快回去 來不來得及 看來是來不及了 只要輕鬆接到之後 再踩這一壘壘包 就完成了一次雙殺手臂 打得好 但是手臂守得更巧 點吧 點的機會應該也是有 哎呀 決定要點 剛好玩三壘 要看哪裡 往哪裡傳 看了一下 二壘選擇傳向一壘 中外野方向的高飛球 中外野方向的高飛球 最後在牆邊接殺出局 三壘這一分 應該是輕輕鬆鬆回來 也把二壘跑者送上了三壘 那丟到外角 敏強拉到了三油之間 國富嶺接到之後 很遠的距離傳向一壘 表演團的思維看會不會改變 真的有改變了 這球接到之後 做了一點煞車 哈馬仙的移右球都沒有移右到他 打得蠻高的要看距離 打得蠻高的 這個球應該回傳到本壘沒有機會 看一壘跑了一直要不要拚 最後沒有選擇拚 連續兩局 幾乎都是一樣的模式 所以有可能外角的一個變化球就來了 這一次掉到了 讓王政堂揮棒落空 扶手接到球之後 只要踩本壘就可以了 一塊 外角球K掉了張育成 展現他壓制又打的能力 兩顆球都讓他打到空氣 會投得太好的一個球運 用他來做光氣 中右外野 中右外野 最後右外野手跑出來接殺出局 改變了一個方向 這次要考驗郭富林 趨前之後傳向一壘 Nice play 打高了 郭富林 牆邊接殺出局 一組深海 深海幾出72號 我們的一個球隊打紀錄 第二次 高國林 今天跟王柏龍 兩個人正手左外野 一個打輸只有一隻安打 一層而已 來考驗一下投手 接到球之後 輕鬆的小拋球 給一壘手 回到球隊之後 手臂幫忙很大 今天有打下一分打點的張育成 打高了 打高了 這看距離夠不夠 在遊擊區的話 三壘就回不來了 二壘方向的滾地球 二壘手接到之後 輕鬆傳向一壘